但是如果真的操作上 會不會有些人都會想 其實這樣跌法 那些中長線價值投資都開始顯現 還是其實不用這麼心急住 是 其實我會覺得是 它會來不來有幾下會打彈的 通常都會是一些拜威爾的言論去觸發 那我自己暫時如果你說用圖去看 那其實那個牛洪分界線位 就是32,423點 就是我算彈都好 現在這個位置其實都變了很大的阻力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一些中長線 可不可以撈 其實反而是 我自己覺得中概股 就是如果你在美股那邊 反而中概股譬如富途那些 其實反而可以做一些中長線的部署 那至於你說譬如真是美股 就是說到可不可以撈特斯拉 那些反而那些我自己有點擔心 就是很 即是說美股那種 其實是未必說太過樂觀 那所以要選擇 還有你預算的市寬都不會好 就是大部分的美股都是很疲弱 那只有彈然後沒有升 那反而中概股我覺得反而會有機會 跑贏回傳統道指或者納指的股份 那好像你說的富途 看到其實他的低位都彈了不少上來 那當然你跟他之前的關係比 那還差很遠 那如果都可以考慮一下 是等個漂亮這個位置 還是都差不多呢 其實富途那個價位 其實現在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他走出了那個剛剛現在的幅圖 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就是一個藍色線 其實都已經突破了 那如果這裡翻轉上去 就是去量度升幅的話 其實可以望到七十多元的 例如七十元樓上了 那所以只看圖其實都已經是OK 那再加上就是 你看到國內的那個政策放寬 尤其是上半年 或者叫做Q1 或者甚至上年的Q4 其實有很多緊縮政策 就是說譬如說 尤其是對一些科網股不利 那再加上去年就說富途沒有牌 那現在其實你發覺都靜了 就是現在那個政策 有一點叫做放山這些股份 那所以有個叫做大家有個預期 就覺得可能那個生意 將會易做了 那個政策沒有那麼緊 那所以你會看到 突然間跑贏了美股 就是這個中概股 那特別是富途 那之前比較受政策困擾那些 現在反而就相對彈得更加多 那現在所以當突破到了 也都代表到消化到之前的蟹貨 那現在就可以有機會 一級一級的慢慢地收復 那你說對於 就是很久之前去到一百七十幾 那當然那些是很高的位置 但是你說如果去到七十 或者二至到一百 都只是一半的距離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有一些水位 尤其是之前可能的裂口位 都可以可能有機會在下半 就是第三季或者叫下半年 可以慢慢收復 那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 中概股的港股會跑贏美股 是